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吹水到澳門,澳門的街坊大家好 真的很掛念你們 上次來澳門已經是三年多前的事 那條港豬大橋還未建好 上次過來住哪間呢 住近關閘那邊的皇冠界 這次很開心 京永安旅遊訂了前面這間禮宮酒店 走一步這間酒店有多少錢呢 約1800元以上,行政海景房 這間酒店已經想住了好幾年 有些金碧輝煌 為何又幫助永安呢?有分嘛 有分又便宜一點 現在來到已經三點多了 現在事不宜遲 隨便進去拿一個房間 一進來酒店大堂也有些人 整體都是金碧輝煌,多漂亮 拿房的過程都相當順利 房間安排在三樓 但是有一件事要補充 剛才在過關的時候沒有說 如果用身份證過關 你要在香港直接登記 就可以用智能通道 如果你沒有登記 都是要經它人手的 但要出來的時候它會給一張飛仔 你那張飛仔要叫阿六谷 你在酒店車煌 它都要看回來那張飛仔 大家要注意一下 未上網之前 看看這間酒店有什麼餐廳 我們又包含早餐 早餐在哪裡吃? 請魚肉捕吧,巴黎餐廳 現在當然就不吃早餐了 那梯到梯到梯到 一出梯後 梯口大堂都是金碧輝煌 走了一分鐘不夠 來到今天房間309 一進房間什麼都不要管 首先看一個逃生路線圖 門口的左邊 這邊有一個圓關的位置 放在桌上相當漂亮 圓關的對面就是衣櫃的位置 時間的關係 已經預先打開了 都有兩件的玉袍 不錯 衣櫃都是一不來二 這邊就有個夾紋位置 還有拖鞋 看一間酒店好嗎? 看拖鞋也不錯 夠厚度 進門口只看完圓關位 大家覺得怎樣 我自己已經相當滿意 在衣櫃再看進來 就是廳的位置 大家都看到 有一張雙座位的大梳化 還有一張小梳化 在梳化上有什麼做呢? 看電視 一部六十寸的大電視 電視底下都有張桌 比一張桌更加正的 還有一張書桌 在這裡 日理萬機 有張書桌當然很重要 最重要就是有一個廳在這裡 開一下元桌會議 吃飯在哪裡吃? 不是這裡 躲在一二個吃吧 這裡還有一個賣點 就是訂這間酒店嗎? 我特意就是訂這間海景房 最主要都是看著外港碼頭 前幾十年前那條職人吹水 就坐這些過來 過大海搏殺 右手邊這邊看過去 就是餘人碼頭那邊 現在站出來的露台 已經相當之遲遇 對著橋、車來車往 至於這個露台有多大呢? 暫時看到一張椅子 大家當然很奇怪 為什麼拍這麼久都看不到床 那就要看梳化後面這扇門 有一扇暗門 開了門後繼續開門 我們先看廁所 梳洗用品一應俱全 剛才鏡頭也看到 比一個洗手盆更加好 兩個 在洗手盆旁邊就是座廁的位置 都是一個獨立空間 要開門 整體格調都是不錯的 希望又去得暢順 在座廁位置出回來就是衝浪 都是一個獨立地方 一開始就先做一個獨立色花灑 都是金碧輝煌 對花灑沒有興趣的 細花灑 兼浸浴 這個浴缸 真的夠深度 可惜今次忘記帶浴鹽過來 看看浴鹽供應暫時看不到 在廁所出來的就是剛才進來的門 跟大家回一回帶 進來門口這個位置 一進來好像面壁一樣 不是面壁 先賣個關子 看看上去的燈 第二個角度是看著燈 跟著面壁的位置 絕對開鼓 是一部六十寸的大電視 看電視怎麼看得好呢 在床上看 絕對是KINGSIZEKINGSIZEKINGSIZEKING 到現在都還沒有 三邊下床 插租位置有一個 但是USB就暫時欠奉 這樣也有個鬧鐘 這邊是一個櫃桶 咦? 大卡手按摩 沒錯 電話是自己的 在充電 USB是有的 然後床旁邊 就有一個 梳妝桌 還有茶壺 這麼頂癮 莫非水吧位置就藏在房間 的確是猜到猜到 冰櫃就是在底下 但是所有飲品和LUX 都要另外收費 咖啡茶暫時還沒找到 難道在客廳 稍安 沒錯 咖啡茶是有的 在水煲旁邊 但是又有少少失望 我以為 有一部咖啡機 有些Capsule 沖咖啡喝 這麼漂亮的倉修 咖啡放少少本 既然咖啡不適合 喝在梳妝桌 有什麼做 照鏡 風筒又藏在鏡 在梳妝桌 望到房間外面 都是一個露台的位置 同樣地都是一個獨立門口 出到這邊 和隔壁廳望出來的景觀 差不多 右手邊都是二人馬 大家看完房間過得如何 我又相當滿意 因為這間酒店 大部分房間都是有露台 它貴就貴 分開海景 海景房 我這間就叫做行政海景房 其實比我那間都是貴 百多二百元 但寬敞很多 今晚阿威 因為 吵架都不用怕 一人一個露台 不用爭 你有這邊露台 我便在那邊露台 今次訂這間房 我訂了一個早餐 約一千七百元 約一千八元 這樣 都好像挺貴 但你看這間房間的面積和那方面 都是不錯的 最主要都是景觀 距離上次來澳門已經是三年多前 住那邊是皇冠假日 之前都有來過的 會住哪裡呢 比較近一點 在路環那邊那間 不知什麼度假座店 我不是很記得的名字 都是有個露台的 但那邊又比較偏僻一點 再說回之前八十年代 頭過來 當然是威風 當然是蒲驚 旁邊那間叫做新麗華 上了多年那邊都留下不少腳毛 從新麗華酒店 經過工人球場走回寶驚 拿在木下那個場景 更加正的場景就是 分會力球場的門口 還沒去回力球場之前 賣個關子 這次主要過來都是 一會兒就約了一些 在這邊工作的朋友 師兄弟 做個茶聚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慶祝情人節 訂了澳門旅遊塔上高 三個名餐廳 今晚吃個自助晚餐 記得要繼續留意 現在就在房間 先休息一會 去到旅遊塔 就收睇旅遊塔自助餐那條影片 這裏就放了自助早餐 明天不知道是不是自助早餐 我就放了早餐 今天房間相當不錯 看看酒店有沒有其他設施 剛剛出去走一圈 這間酒店就近住外港碼頭旁 對面就是水立坊 斜對面就是金沙走五分鐘 對面金龍酒店 都有超市有餐廳 雖然很多都沒有開 但買啤酒汽水是絕對沒問題的 這間禮公酒店旁邊都有賭場 剛才也進去看一看 也是挺開心的 因為價錢是200元300元 都可以玩一下 很開心很感恩 今早起床天色都是灰灰蒙蒙 還有下雨 來澳門相當好天色 剛才看到直升機起飛 現在當然是飛休了 沙拉回來酒店 看看大橋夜景 在旅遊塔走出來 的士站有20多人在等的士 小弟又聰明聰明 見這麼多人 打算走外面兩個街口 容易摔摔 誰不知 走到外面永利 都沒有一架的士 沿途都不多 然後再走 走回到美高梅那邊 那邊 觀音像廣場那裡很熱鬧 走到那裡 直接走回來 沿途差不多走35分鐘 都相當高興 吃到這麼飽 就當運動 然後二話不說 就進去賭場 休息一下 這個賭場晚上更精彩 一百元都可以玩 你說開心不開心 約了一些朋友 在底下大堂 吹水 現在準備回到大堂 明早起床 早餐再跟大家說 早晨早晨 現在是早上6點45分 坦仔大橋 也是開始 車來車旺 宇潤碼頭那邊 都開始泛起一片紅霞 昨天跟老朋友在這裡 吹了一陣水 買了一些東西上來喝 那 進去賭場 就兜了一圈 然後 都是那一句 沒有交喊 那我也是那些 一百元的百卡洛台 去那裡 玩了一陣子 已經是很久沒有一百元台去玩 昨天我在這裡坐 看到晚上的航班都不夠 很疏落 說說這間酒店的設施 是不錯的 是骨子和舒服的 最重要是它的水力和浴缸浸得相當舒服 好看 讀房間那部電視 現在很先進 好像鐵甲萬能俠在噴水池上 升上來又可以降下 這次我訂這間房間 也訂了一個早餐 早餐是七點鐘開始 現在就下去吃早餐 走出來 這條走廊打卡拍照也挺漂亮的 現在就回去看看餐廳 餐廳位於大堂 看看它開始了沒有 來到門口 眼前這間叫巴黎餐廳 如果自己進來就一四百 但酒店住客是一百元 餐廳整體是環境 整體也是格調優雅 先找一張卡位坐下 我們第一時間看看有什麼食物 頭盤也有些芝士 雜凍肉 沙律菜也有三四片 真的不錯 接著就來到粉麵區 都有六七款不同的菜式 看到它還有一些牛腩 不錯 牛腩不適合吃 重爪 茄汁和牛仔 好像吃晚餐 這個不得了 及底粥 哇 是否開心 以上配料 有些白粥 白粥不適合吃 麥皮 還有豆漿 這間酒店餐廳的自助餐 有些喜出望外 大家未看到 因為我已經看到 很大 太陽燈底下有什麼照 咖哩角 吃粥的最強配襯就是 老油條 這邊也有些 煙肉 腸仔 煮蛋 茄汁頭暫時未看到 還有一些中式點心 中式點心 隔壁還有一些葉盆 這邊有些豉油 中間飯也有 這麼嚴重 更加嚴重的就是 用一些 魚中燉雞湯 嘩 厲害 攪拌什麼呢 拍了一些辣相 大家有所不知 在做一些餅皮 這些餅皮 是煎餅的 煎餅不適合吃 不要緊 也有我的最愛 有一個 暗裂的地方 很開心 一浪自一浪 還有一些 港式的菠蘿包 拍著多士爐 牛角包 做得不錯 牛角包不適合吃 不緊 這邊還有薄麵包 有什麼品種 就是這些 然後來到日式的食品區 嘩 真是 攤為官司 這邊師傅 正在做一些手卷 這邊還有一些冬麥皮 乳綠和水果 剛剛問問師姐 有沒有五青汁 很好 有五青汁 那五青汁有什麼作用呢 都是清葉排毒 那些 現在又在擦地 那些五青汁呢 一般來說有青蘋果 青瓜 西芹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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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瓜 今天這個早餐 比昨天更豐富 在旅遊塔吃的自助晚餐 在等待五青汁之際 看看 嘩 蝦餃也不錯 看完蝦餃 急不及待 然後呢 叫師傅做個鵪裏 完成的作品 多漂亮 拿完鵪裏之後 一杯五青汁就完成了 一間餐廳 有些職責果汁 絕對加分 唯一減分 就是說 到現在還沒有咖啡 剛剛職員聽到我說 原來這部咖啡機 就藏在這裡 真的 請了一杯咖啡之後 相當之開心 因為一早早 我也是喝杯咖啡 最重要的 吃東西我又吃不多 這間餐廳暫時客人不多 我和另外一堂 這次來澳門 也是感受一些 外面整體的市房 其實也不是說 看新聞 過年時好像這麼旺 這麼多人 我想 晚一點去到大三巴那邊 就會人多些 因為周圍有很多店舖 都還沒有開 而且晚上的士也不是太多 今早的早餐 我想拍一下天花板 沒想過這間酒店的早餐 這麼豐富 總是煩多 我先吃東西 慢慢吃 慢慢吃 又和大家 吹一下水 剛剛 就拿了 剛才那個 煎餅 一塊煎薄餅 會打雞蛋上去 包著 油炸鬼 脆脆的 有些炸菜粒 有些甜甜的醬 也挺好吃的 昨天在旅遊塔的自助餐 那些船船餐廳很有趣 每一串的食物都找不到座位 昨天有些視影也是 後面那一台 跟他說 有沒有黑胡椒 他又拿了黑胡椒來 他不記得哪一台去問我 我跟他說 其實是後面那一台 有時候 他的位置轉來轉去 其實真的很難認 昨天很開心 又遇到一些網友 大家又唱一些旅遊經 又是有沒有賭錢 自己都很開心 更加開心的是 昨天跟兩個師兄弟在這裡吹水 有一個特地是珠海樂 真的很多年都沒有見 今次這間巴黎餐廳 在門口都放了很多獎狀 大家訂這間酒店 就訂了一個早餐 不吃早餐都不要緊 吃了一個午餐 我想每個午餐都是百多元 都是相當值得吃的 很感謝大家收看職人出水 一些又詳盡又悶的遊記 我自己出來玩都是輕鬆鬆 拍攝過程 自己又看看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喜歡旅遊天花版的網友 給我個讚我星星 喜歡澳門的網友 就訂了職人吹水的頻道 兩者都喜歡的 恭喜你 麻煩你加入頻道會員 繼續吹水 至於下午有些什麼行程 我剛才也說過 會去大三巴那邊走 來到澳門就一定要去大三巴 去朝聖一下 說說第一次過來澳門 都是拍拖 去大三巴在普京門口拍照 今次都是重拾一些昔日情懷 又可能會去銀河 永利皇宮那邊走 大家又繼續密切留意 昨晚又有些網友聊天 會不會回去國內玩一下 我是絕對會的 小弟第一條上載Youtube的影片 都是回去國內的酒店 玩這兩天一夜 投票 有時候出去旅遊很有趣 我經常都說 一過了境 那種心情是特別不同 近近的 去一下澳門 或者上一下珠海 深圳 都是不錯的 有機會再去國內兩三天團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拜拜 請坐呂 我坐在那邊 檜山 先坐在那邊 坐在這裡 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